現在呢,我們要把那個圖片變成一顆球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濾鏡 叫做CC-Sphere 那這個濾鏡呢 你不要看到前面CC 就以為是Adobe CC系列 不是,這是有一家公司的縮寫 就是這個 那Adobe好像從CS-6 CS-6就併購了這一家公司的一系列濾鏡 所以你會看到在Adobe裡面 有很多都是CC開投的 就是那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並沒有所有產品都被它買走 所以它還是存在的 它還有部分產品是獨立販售 這樣了解 好,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怎麼把它拿進去 來,這邊我把剛剛我們下載的那一張放進來 把它拿到我們這裡面來 好,拿進來了之後呢 那我們在這邊自己開一個新的合成 好不好 開一個新的 那我們用1920x1080 就是這個標準的尺寸 OK 再來把那一張地圖把它放進來 當然你可以找大張一點的 因為如果你要有很大的縮放的話 解析度還是要過高 像我現在找這一張 就稍微小一點 好,那沒關係 那去哪裡把它變成一顆球 從這裡 Effect裡面 你可以找到 透視的 以前我們 第一堂課有介紹過 下落式陰影 那個目錄 來,你看往下走 以前我們不是有用過 Draw shadow嗎 掉下來的影子嗎 就是陰影 這次呢 用在它裡面 這個 Sphere就是球 有吸引的就是圓柱 所以如果你想要變成一個柱子 就用這個 這樣了解 好,那我現在變成一顆球 把它按下去囉 好了 做完了 真的啊 欸 它就幫你把這個 就好像包裝紙一樣 把它包起來 變成一顆球 那 你可以看到我們左手邊的濾氣 你可以做3D的旋轉 SYZ 它真的是3D的 雖然 你 沒有 從就是 視覺 就是 工具上 直接從這邊 視覺操作 但是我們透過參數 它真的可以 好 真的可以 所以再看一下喔 從哪裡 Effect裡面的 perspective 有一個CC-Sphere 這樣找到了齁 好 好 那我們要先來看一下 既然它是真正的3D 就有 S軸 Y軸 跟 G軸 那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地球是怎麼轉的 地球是怎麼轉 是不是要這樣轉 由東到西 還是由西到東 由西到東嘛 這樣太陽才從東邊出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台灣如果在這裡 這邊是西邊嘛 右邊是太平洋 對不對 所以要從 西邊 到 東邊 轉過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來問問同學 請問到底要找 S軸 Y軸 還是 G軸 好不好 好 很久沒來抽了吧 看一下看一下 看看 誰會中獎呢 來 預安有來了 預安在哪裡 沒來 這麼難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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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來嗎 有來嗎 都沒有喔 這麼難找 糟糕糟糕 那不然旁邊的採取好了 你有啊 沒關係啊 可以拆啊 命中率蠻高的耶 你覺得是這個 還是這個 給你拆看看 這樣好了 我們來前面啊 給你實際操作一下 這樣好不好 來 那因為它是旋轉嘛 所以說 後面是幾度 365C 前面是幾圈 這你大概就用這個 拉動就好 怎麼拉 脫衣喔 按住法組脫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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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給你試看看 這要射嗎 不用啊 不用啊 你就拉動看看 拉動 對拉動 脫衣脫衣 所以如果媽媽跑去玩保齡球 你就知道是這個走向有沒有 你再拉動一下 這樣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打保齡球的 前後的嘛 所以不是這個方向對不對 不是 是 來翻圓一下 好 欸 你有沒有感覺這個好像比較正確一點 嗯 有齁 歪軸有沒有 來看 那你試看看既軸看看 怎麼更 既軸 既軸感覺是什麼 這種 既軸就是平常你們在波效以達成的 最常用的那一種 就是這樣子 喔 欸 因為你們平常用的就是S軸 Y軸 有沒有 就是這樣 假設我是一個滑鼠 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你們平常我是這樣轉 對 這個突出來的就是利軸 這樣 有沒有比較清楚 好 謝謝謝謝 好 所以這樣我們就知道哪一個軸向 不是Y軸 所以 其實呢 如果你在這邊畫一下 這個是S軸 然後呢 上下是Y軸 面對我們突出來 這就是Z軸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這個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是繞著這個Y軸在轉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動畫 你看我們前面的動畫怎麼做 欸 有一個放大很大 然後是在旋轉 對不對 然後 轉轉轉進來 好 所以呢 這樣子 我在這邊 剛剛看到的是旋轉 對不對 旋轉 然後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它需要做到的 剛剛不是有球變大變小嗎 來 你們以前在學數學的時候 如果半徑都是用哪一個英文字 半徑 圓的半徑是用哪一個英文字 R 對不對 對嗎 對喔 因為 半徑的英文就是這個 radius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你有感覺到為什麼很多英文 事實上 它是有道理 為什麼要用那個字 就跟我們用快速鍵 我是不是都會跟你介紹 快速鍵它是什麼原理 你這樣就比較不容易忘記 OK 好 那 你看 圓的半徑 這樣有感覺了嗎 所以你要變大變小 所以半徑就自己去調整就好了 那你在調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雖然它的上限好像是800 對不對 請問可不可以超過800 你覺得可不可以超過800 當然可以啊 又過了 你看 這裡有界線 上面沒界線 好嗎 這樣了解 所以 有時候不要只看那個參數 因為它放很大 這個間區就很難調 所以 這個地方 就看你自己 所以 如果你要小一點 你看一點點 100 那麼大 所以如果照我們剛剛的 看到的 它是一開始就很大一顆 然後慢慢的進來 是搭配一個旋轉 所以等於我兩個屬性在做動畫 一個是半徑的動畫 一個是什麼 歪軸的旋轉的動畫 那我們就可以試看看喔 來 所以 這裡打開 你看 上面這個濾鏡 有的 我們下面也會有 有沒有都一樣 下面這裡是不是都一樣 對不對 你也可以從這裡做 那就可以 搭配它 來做關鍵 那在 開始做動畫之前 我們再看一下喔 除了旋轉 跟半徑以外 呃 各位呢 你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現在的地球 其實是這一邊比較暗一點 這邊比較亮 對不對 難道一定要 這個方向而已嗎 可不可以改變不同方向 合理 你不要忘記 人家是有燈光的 人家是有陰影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兩個 你看我把燈光打開 燈光的強度 你可以做調整 你要強一點 有沒有比較亮一點 超過100就會有點太亮 那如果比100小 有沒有暗一點 這是一個 好 那我再把它復原 再來 我們燈的寬度 什麼叫燈的寬度 因為呢 預設它所照到的 就大概是這個 左右 我想要讓它 變寬一點 有沒有照的比較多 所以你知道 有很多人喜歡做這種 電影裡面有沒有 常常這樣子 慢慢的白天來了 對不對 像這樣子 所以請問 這裡不會做動畫 有馬表就可以做動畫嗎 有感覺到 什麼叫做會動的Photoshop 到處的參數都可以做動畫 所以這是它的厲害地方 那相對陰影也是一樣 陰影的黑暗的程度 也可以做調整 你都可以做動畫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稍微清除一下 其實呢 你也可以透過這裡去做 那比如說地球慢慢的轉 然後這裡慢慢的打開 那種感覺 都OK 好 所以這樣你就會了 那我們如果要做剛剛的動畫 就簡單喔 你就可以來這裡 點到它 然後呢 我們針對半季 你自己先決定好 其實你在上面用也是一樣 好 在上面打開馬表跟在下面 意思是一樣的 那 只是通常 我會在下面做是因為 下面時間軸 你這樣直接對比較快 好 那我就順便把Y軸打開 所以我現在這兩個關鍵格都進來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好 一開始我希望它半徑比較大一點 OK 然後我們就拉到最後一格吧 30秒之後 我希望半徑拉回來 好給它100 OK 然後呢 這個旋轉 我就讓它轉一圈 好不好 在這邊 前面是幾圈 後面是360度以內 所以我就讓它轉一圈 OK 來我們直接Play看看吧 現在 不是真實的速度 有比較慢一點點 好 但是你可以 大概知道 我們就是像這樣子 轉轉轉 有沒有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這樣子就完成了 至於說你這個位置要在哪裡 當然你可以自己決定 這樣有沒有清楚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喔 第一個那個球 要怎麼樣去把它變成一顆球 去調整它的半徑 調整它的旋轉 當然我們剛剛講過的那個 亮光的地方 亮光帶 你也可以去把它做調整 都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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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